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老观众都知道我老黑曾经是一个 资深的单身狗 资深的光棍汉 在很多年前的时候 我是打了多年的光棍 所以说我个人我是非常同情那些单身的人 今天我看了一个新闻 也是让我感觉到愤愤不平 是什么事呢 那是复旦大学三位留学生 因为跟师族妇女发生了不可描述的这种关系 被开除学籍 咱们看看这个新闻好吧 复旦证实三名学生因为嫖娼被开除 三章以复旦大学为抬头的纪律 处分决定书在网上流传 内容显示该校两名硕士研究生和一名博士研究生 因为校外嫖娼学校给予三名学生开除学籍的处分 然后复旦大学说这个消息属实 说什么学校高度重视校风学风建设和学生思想 品德教育 法治教育对学生对学生发生 这个学校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深感痛心 希望能够警示实生 维护学校良好的育人环境 细节可以看这个 我昨天我看到了这个图 复旦大学这几个处分决定书都是实名的 现在都是名字都已经是给抹掉了 你得保护人家 其实在这里我是非常同情这三位被处分的学生的 你要是看这个时间日期 那都是半年之前一年之前的事情了 你现在你拿出来说事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几个意思 这多久的事情了 9月24日午间多名复旦师生向南都记者表示 上了热搜才注意到这个告示 应该是内部通告悄悄贴出来的都上热搜了 上微博热搜这事情已经是非常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是对他们都是一个同情的态度 现在出了这档的事有网友表示凭什么教授税女学生屁事没有 有学生自己花钱嫖娃娃就开除学籍 这个我也转了 说了不给钱就没事 都是钱的错 是以前网上流传一个段子 说是抓了一个律师 他在嫖娃 结果律师他给自己辩护 我只是买了一个避孕套 但是这个避孕套我不知道怎么用 所以说这位女士她作为售后服务 她给我演示了一下避孕套怎么用 从法律上说这就是无罪 当然这个段子说的也是比较扯 实际上这也是说现在这个世道就是比较操蛋 你说像这么一种行业 其实自古以来就有2000年前就有2000年以后还会有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市场需求 包括我之前我曾经单身很多年 我可以把我自己曾经经历的事情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也不在乎什么名声不名声的 我也不在乎什么珍惜不珍惜羽毛的 那时候还在广州修电脑的时候 我那几个同事都是234岁256岁 有的是单身 有的是老婆在外地 一年才见个两回三回 你说20多岁 你不去解决一下这多憋的 这多难受 这是人的正常需求 有一天晚上我们搁几个喝完酒 我年龄比他们稍微大一两岁 他们都不太好意思 有一个同事就是壮胆的跟我说 哥你去不去那边 我们想去广州石牌城中村 然后当时我想这哥们有意思 怎么让你自己是没胆子去还是不好意思去 你跟我开这个口 我说那就去 其实当时我也虚 我也不是说天天都去搞这个事情了 但是我同事跟我一开口 平时好几个人都喊我哥 我就是打着两冲胖子 那就去有什么大不了的 多大个事你还这么小心翼翼的 我就我们几个就在广州石牌村里边转来转去 然后那些霓虹灯闪烁的地方 你看看我都不好意思进 然后终于看到有一个店里边感觉还行 愣什么往里进 然后他们也不好意思 我说我先来我就进去了 然后发生了这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那个时候我是单身 包括我那几个朋友的有的是单身 有的是老婆不在身边 都是常年不在身边的 这是一种正常需求 包括我老爹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他都跟我说 他也看我都20多岁了 美女朋友 我老爹他都跟我说了 以后你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 你去那个的时候你要注意点 你别染上性病 你把套戴上 我爹他跟我说这个话 当时我是挺不好意思的 然后后来我还挺感激我老爹的 就是说他挺理解我的 就是作为男人 那时候都256岁了 都没谈女朋友 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 这扯就有点多 扯我自己的事 国内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说找女朋友太难找了 但是与此相对应的 关于谈恋爱 好像就是说一个凝聿友邦不与加奴 还记得山东大学的学办制度吗 这个山东大学学办制度 都上了维基百科了 我没想到我在维基百科上 能够搜到山东大学学办制度 是争议是起源于2019年7月 由山东大学实行的留学生学办制度 引起的网络争议 一个留学生配三个学办 学办以女生为主 这是山东大学 然后搞到那些山东的那些家长们 都不敢孩子往学校里面送了 像那些留学生主要还是以黑人为主 然后每年还给钱一给钱都是一落一落人民币 我曾经看到那些黑人留学生把钱领了之后 屁肩屁肩 得瑟的老子领钱了 老子领钱了 非常得瑟 然后像这些留学生如果说生病了 还有学办陪护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山东大学又出争议事件 黑人留学生病了 招25个中国学生照顾 一个学生配三个学伴 还是女学伴这还不够 连这些学生生病了 还要让学生去陪护去照顾 官方通报这是一个人文官法 实际上我看到这 我都觉得是自己在糟蹩自己 国内现在你看看男女资源 本来就是一个男多女少 这个年轻的男性 想要找个女孩子谈恋爱 就是说很难找 在学校里面 再说回复养大学那三个学生 都是硕士博士的 学历也很高的 你说他们想去花钱找吗 谁赚钱容易 他们也不想花钱找 但是资源太少 狼多肉少 僧多粥少 但是这个人还有需求怎么办 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 就像刚才我举我自己的例子 同事过来小心翼翼的跟我商量这个事 是吧 这是情理之中 像这种事情 如果说每天都是自己解决 那也是蛮苦逼的 对不对 所以说像这种事情我是非常同情他们 在这里我又回忆起以前在某某学校的时候 其他的同学都找到了女朋友 最多的一次一个10人的宿舍 有5个同学把女朋友都带到宿舍里面来 每个人都拉上帘子 我就没女朋友 我们宿舍有5个没女朋友的 我是其中一个 然后到了晚上12点以后 虽然说寝室里静悄悄 但是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淫荡的味道 能够看到每个床都在轻轻的摇晃 我的上铺 我能感觉到我的下铺在轻轻的摇晃 时不时发出一些轻轻的声音声 这是我曾经经历的事情 你想想在20岁出土的时候 那确实是一个很苦逼的一个时期 其实像这种事情就应该是睁人这眼闭着眼 你说年轻人去这个事情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吗 还记得美国曾经有系列电影叫苹果派电影 就是校园电影 我当时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就觉得美国的年轻人过得真爽 怎么咱们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包括在西方 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个事 那么在中国像这种事情 始终都是不给你合法化 即使他们知道像这种行业的庞大市场需求 他们也不给你合法化 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规范化管理 而是每个城市每个地区 那都是一个灰色产业 既然是灰色产业 那么就需要去官商勾结 你特别是那些什么喜悦中心的 肯定跟上头都是要有关系的 都要交保护费的 像这种交保护费肯定 比那种正常营业 像其他一些合法化的国家去交税 肯定比那个要来的要高 这方面也是一个暴力 现在都是一个半公开了 在国内的洗浴中心 在一楼那是洗浴中心 不管男女都去洗浴中心都去泡澡 你北方都有泡澡的习惯 要么是男的带着孩子 要么是女的带着孩子 一楼那就是正常的洗澡的地方 泡澡的地方 但是你一旦上到二楼 马上画风一改 灯光变暗 很多那种单独的亚作出来了 大屏幕有小电视 然后还有包间 你在这边消费 马上就是另外一个档次了 像这种行业在国内都是一个半公开化 名义上虽然说不合法 但是已经是半公开化了 这些教授他们就是睡女学生 那是屁事都没有 学生你自己花钱 那就开除学籍 这个世道真的是比较操担的 我是非常同情那几位被开除的学生的 我希望你们不要有什么心理阴影 像这种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作为过来人 我站在一个政治不正确的角度 我来聊这么一个事情 那么就先聊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